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17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第三个录播的节目 和大家谈谈新的动向和评论 一个是台湾前总参谋长 他怎么讲呢 他说北京发展航母 习近平上台以后 把名指名高资源向军队倾斜 这个发展搞了很多这些航母 并非建制台湾 而是要称霸世界 你看这个标题吓人 这是美国资金刚刚发表的文章 台湾前总参谋长叫李喜明 这个退役上将星期五 6月16号讲的 他说解放军发展航空母舰的目的 可不是针对台湾 而是要称霸整个世界 是要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之躯 这个事大了 李喜明是在台北国立清华大学 叫政经学院基金会和平统一 和平与安全中心的一场报告会上 致辞 谈到的这个观点 他说真正威胁台湾与美国 使中国东风弹道飞弹 潜艇 还有远程轰炸机 是因为打击范围 早涵盖了台湾周边 李喜明讲 他说李喜明在蔡英文 这个总统第一任期内 他先后当了什么官呢 是台湾国防部副部长 还有台军参谋总长 和平与安全中心星期五 发布了2022年 23年中华民国国防评估报告 李喜明以该中心执行长的身份致辞 可见他是对台湾军方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发表了观点 他说北京和台北呢 自49年一起来就分立而至 互无隶属 也就是一个独立的 两个独立政治实体 但是呢 北京一直主张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而且呢 即使数字武力 也要实现两岸的统一 这正是习近平的使命 习近平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就是要把在他这任期内 要解决台湾问题 说近年来啊 随着中国实力走向 中国经济实力上升 军事能力的扩建 扩张 扩张啊 扩大 北京对台湾施加的军事压力 也越来越大了 你看现在动不动 军机就是 数十架绕台 有的时候上百架 下百 上百架次啊 绕台 那么而且现在有的也飞越中线了 台海中线 说经常因为外国领导人 与台湾高层互动 而在台湾周边海域 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去年八月初 前美国纵约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以及蔡英文 总统四月初过境洛杉矶 见这个麦卡锡等等 一些重大事件 都引起了中共解放军的愤怒 习近平下令 搞军事演习 解放军分别在台湾周边海域 举行一年多日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在今年四月初的演习中 而且中国第一艘国产的山东舰 进入了西太平洋训练 就在台湾以东海域 参与了对台湾的军事演习 军事专家指出 参与演习的山东号 除了可以拒织美国海军 试园台湾以外 还可以通过舰载机 对台湾中央山脉 隐藏的军机 就台湾那些飞机 很多藏在中部的山脉里面 进行一些保护 藏在那个地方 以及山脉以东的机场和基地 进行轰炸及打击任务 我估计中共的势力渗透很厉害 估计早就知道那里面的情况 可能都比较详细的知道 因为什么你想大陆和台湾之间 在马英九那个时代 你想那时候的关系 是吧 双方还邀请美国的台湾的一些军头 退一将来到大陆去参加一些活动 有一些可能 我估计搞不好 把局势器机密泄露了 也不好说 另一艘配备电磁弹射功能的 叫福建号 航母已经完工了 就第一艘航母它是山寨版的 它访前乌克兰的 可以讲已经有一个丢废弃的一个航母了 它给一个图子拿来 据说图子很值钱 主要是为了图子被访造 这个是训练剑 用于摆盗 真正有点内容 刚才讲福建号 他说配备电磁弹射功能 据媒体报道 有弹射功能 但少为服役 目前正在进行各种测试 军事专家们说 一旦解放军三艘航母服役 投入对台作战 不仅在台湾北东南 有三个方向构成威胁 而且封锁台湾 并拒止美国等 友台国家部队的事源 就现在做好准备了 要打的话 那就缺放位了 这篇文章讲说 不过李喜明对此并不认同 他说解放军发展航母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通过兵力投射而称霸世界 改变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之旅 说北京的一带一路 就是这个计划 全球战略的一环 需要发展航母 为其保驾护航 李喜明说航母在解放军攻打台湾时 其实扮演不了多大的角色 这些航母的战斗力也无法与美国相比 他认为解放军要攻打台湾 并拒止美国事源 其东风21D 东风26弹道导弹 潜艇 还有一般的海军舰艇 以及远程轰炸机的打击范围 早已涵盖了台湾周边所有的地区 可见解放军军力发展也很快 这篇文章讲说 2020到23年 中华民国国防评估有个报告 这个报告当中谈到网络作战的重要性 就现代化战争不仅是 这个都是综合战 还有西西战 不仅是陆战 是吧 海战空战 还有什么网络战 他这里讲到了 强调网络作战 不仅是两岸冲突的首战 而且是经常性的遭遇战 更是台湾部队能够制胜的关键 李启明呼吁台湾 要向美国以及以色列学习 将网络作战与军事情报 合而为一 否则 台湾军方的资源 资讯 资通 这个电 人才就会流失 转向民间企业发展 他这篇文章 今天美国之音发表了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 美国之音 还有一篇文章 现在中共国在西兵统治下大倒退 好多老百姓非常失望 就会出现有一种几种人 一种是留在中国奋力的抗争 这是一种 一种是不活了 踏上不归路 像天门山跳崖等等 还有是报复社会 等等 还有部分人是干嘛呢 走线 走线因为今天是世界难民日 所以美国之音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长 他讲到去过离乡 寻找希望的中国走线移民 就是看看怎么走线 这一点人们都非常关心啊 这也有个走线的图 你看走线很危险 你看 这是求渡的渡水的时候 是吧 水好像不是太深 应该是小河 因为国际上面有小河 小河一家人找太平权小孩放在上面 爸爸妈妈在后边推 这是看来是要闯一把 搞不好会出问题啊 是6月20号 是这个今年的时期 花雨三天 是全世界世界难民日 因为联合国难民署啊 这个是这样 有一些资助部门啊 研究部门资助部门啊 那么难民署在亚洲威的一个办事处 设在这个泰国的曼谷 所以很多难民有些人跑到曼谷 就等待身份 他就给你发了证 其实他不管啊 给你证了以后他不管了 并不能保护 而且又不能拿那证找工作 在那个地方技术是相当的艰难啊 所以有些人呃 在这个地方坚持了很久 最后被抓回去有好多啊 你想江野飞啊 好多都在那里出事的 也中共的军警特线 渗透的非常厉害 在泰国啊 这篇文章讲 6月20号世界难民日 今年的主题是 去国理想的希望 就有些人呢 不想那么麻烦 从泰国走啊 他就直接想办法来到什么 来到这个北美 就离美国边境近的国家 比如说这次洪多拉斯 不是又和中国勾兑到一起了吗 这为走线创造了有力的条件了 前沿阵地了 据说缅签证 缅签证中国 你从跟我飞到洪多拉斯 然后就可以走线 这里讲 过去几个月来 从美墨边境 就美国墨西克边境 进入美国寻求庇护的 中国共鸣人数极深 他们从大多数跨越的半球啊 穿越中南美洲 数个国家一路北上 历经重重的风险 最后从美墨边境 偷渡进入美国 你看这个是很麻烦解释啊 但是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 你看风声演绎的 开篇是怎么讲的 军不振 降逃国外 就是西兵搞得不好 人民群众开始跑了 他说这个为什么要踏上一条 非常愧的润美之路 寻找的希望是什么 美国自己讲 在美国德州 就德克萨斯州边境啊 城市叫迈克埃伦 有这么一个中国人叫张寻 应该是笔名啊 不是这名 一家三口 第一次来到这里 安西里投诉了旅馆 他们四天前到达了美国 就这有成功的 他介绍一个成功的 他们随身携带了一个小包啊 黄色资料夹 显示了他们的特殊身份 他们标志了 他们一个多月走线的结束 就他们 风餐露宿 长途跋涉一个月 总算是胜利了 象征了他们在美国 开始了新的生活 说以前呢 只敢做美国梦 没想今天真的 这个如愿一赏成功了 跑到这美国土地 因为他只要申请难民 就申请这两年里 什么都有了 医疗保险 劳动保险都有了 并不像中共官媒描写 那么悲惨 美国的社会福利是很好的 但是你这个要核实身份 如果那个身份不是 没有政治庇护的理由 有可能遣返 这篇文章讲 四十岁的张群 来自上海 他为什么要论呢 疫情三年 坚定了他 移民踏骨的决心 哥们不跟你们玩了 太苦了 人生就拼他一把 他就决定走了 让他最终选择去外企的工作 他以前在外资企业 带着妻子女儿走线美国 原本想卖掉房子 举家移民韩国和其他国家 但父母反对未能成行 在网上得知走线以后 踏上了运美之路 他原本到韩国 韩国比较难 到美国了 离开中国 那怎么说呢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 对吧 我们的中国政府太强势了 他说 他的操控能力太强了 就算你在一些发达国家 就算你有钱 你可能被限制的死死了 你看 他走线的原因就是没有自由 我是实际体会到 人要是没有自由 啥事也没有意思 我就跟你讲了 包括你结婚了 你说你建立个家庭 如果说你的先生 你太太整天管你 一点自由没有 出门一步都要 情思报告 我看你就离了吧 一点意思没有 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就是说你 这个关键是 有自我选择的 自由和权利 你想到哪里到哪里 只要不因为法律就行 但中共国不行 你看以前户籍 给你固定在一个城市 对不对 城市人不能到乡下 可以到乡下 但乡下人不能进城 也为了进城乡下人 请歌送礼 拉官一走后门 你看公安局过去 那个外籍处 那个处长 你看吧 各个都是包公脸 你进去看 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 来干嘛 有个朋友想 调到大连 没门 最起码就排12年 当然了 如果说 有点效益的话 那也再说 再说再说再说 你得拖银了 拖银松动了 如果能把钱什么顶上 咱们就 就开始早一点 过去那年一点 可能现在 可能 农村进城好一点了 甚至农村根本不用进城了 为什么富了 你看大连现在 那个 原先那些 马兰村那些 就是那个 干净的去 农民一些 那些女孩 都想嫁到城市里 是吧 现在后来 人都牛了 各个大老板 干这个房地产 惊天弄地 这个跟着赚的 不是满盆满 一万富豪都有 千万富豪 百万富豪 那几年也很多 那女孩 说心里话 那眼皮都不惜夹你 但你追求人都不敢 你城市你工人 你收入少 人家乡下的大老板 女人能搭理你 都开着豪车 住着豪宅 是不是 倒过来了 我要讲的 户籍本身 就是困住人 就不合理 你看在加拿大 你也上哪 好多人移民 第一站选择的地方 都是在爱德华王子岛 对不对 那就为了来方便 因为这个地方 容易就移民 移到以后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用中国思维 说你移到这个地方 就不让你动 他不是 你移到那 你爱上哪 我都记得 见到很多 就是爱德华王子岛 第一站 落户在那里 住几个月 后来全加拿大走 全加拿大走 就全世界走 对不对 你如果有绿海 你还是上哪 上哪 是吧 你就可以看 这国家自由 最幸福就是这个 你比如说 你今天早上起来 你呼发气响 我想到那个 海边钓鱼 湖边钓鱼 就没有海 海边钓鱼 就走外 只要你有车 就行了 对不对 你想去喝点小酒 你说当趟去开车 就到湖边了 你就到酒吧一坐 整一个牛排吃上去 喝着笑就看着风景 心情是如此自豪 没人欠着你 或者我就像有些女人 就愿意逛商场 看那些衣服 那你就去看吧 你随便看 等等等等 就是拥有自由 甚至有的人 你很奇特 你就去到墓地坐 逛一逛 看个碑文 你就看那人管你 但是这里首先 那有什么呢 money 这里是金钱面前人平 这里钱非常重要 在中国不行了 你有钱也好 有权也好 有名也好 不管有什么 你在听党的 你的虚假的 就是吹捧习近平 否则把他争你 假装忠诚一党 哎呀 好过来的好 我就是好心想 什么东西 这恨人 但是没办法 脸上还都灿着的笑容 你看我看到昨天那个媒体 一些视频那些演的 那些报道啊 这个还要早请示范汇报 都在这读啊 习主席怎么怎么讲 哎呀 我也看人家这宝贵的生命 干的什么不好 是吧 你到那海 湖边去 在那个唱语上喊他两声 是吧 你你多好 你背这个东西干嘛 你不背整米 是不是啊 叫学习软件 今天一席话 是不是 看了以后 真是看傻 我跟你讲 这是个什么地方 实在是 可以这样讲吗 没有自由就没有一切 有些人想开了 你看这篇文章讲的很有意思 他说呢 近几个月以来啊 因为政治经济原因 像张旬这样走线 偷渡美国的中国人 越来越多了 他们利用呢 若瓜多尔 对中国公民的免签政策 现在不以为免签吗 免签你非人家落地吧 你下来就跑了 从中国经第三国 到达那里 然后一路北上 经过哥伦比亚 巴达马 哥达拉斯加 尼加拉瓜 宏多拉斯 维利亚 这些中美洲国家 到达墨西哥边境 然后跨越边境 进入美国 你这个漫长路线 全当旅游了 闯他一把 因为你想 你要一旦 将来 这个在共产集权统治下 生不如死 你过这一辈子 别别去 还不如 干他一把 是不是 人生就是这样 藏他一把 成就成功 不成拉倒 这个想法 是我在监狱学会的 我以前也是 安不就班 就是音讯守旧 别嫌传统的男人 找个好对工作 踏踏实的 给文汇报干 就想这个 养家户户就行了 没有什么 凶无大字 目标 这个 没想到出事了 是吧 到了监狱里 我就遇到 一些年轻人 年轻人挺有意思 他抢银行 判挺重的 判十多年 我说兄弟 你抢银行 也没抢成 你整这一把 你说多不好 你平常找个工作 做做不好吗 辛苦一点 因为有的 就是忽温时代 那时候 条件好 还能找到工作 你看他这么说的 大哥 你说错了 人生咱就是 潇洒走一回 咱抢成了 咱就成百万富豪 最起码整个几十万 因为他是一块抢了 抢不成 咱上抢也行 管他了 他们那种 就是一种 当然这就是赌一把 这都是不正确的 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有些人 他这个看得开 因为人生是一个 一个过程 很短 关键是几步 你把握好的 闯一把 还是 我认为 我个人 我不鼓动你们走先 我是讲什么呢 改变贫穷的命运 你比如说 你不一定说 飞到去美国 你要到大西北 到西藏 找工作 也可以 在那种闯一把 是不是 也可以 你非要在一个大城市里 明明找工作很难 你没有什么背景 父母没啥本事 是不是 你怎么办 你也不能自暴自弃 你找个小的县城 做个工作 那工作也行 是不是 也可以 我是讲什么 改变命运 不要满足现状 当然这些人的 目标比较大 我们来看美国 美国自己怎么讲的 美国还关于 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 所以一年四月 从美国西南边境 越近中国的人 达到多了三千两百人 下次人这数字 同比增长百二十倍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走 就是因为诞生了一个 伟大领袖 习近平 是不是 说习近平主导下 这个媒体整天催 你再催 你怎么胡闻 实在没这个事 是不是 你还不自己 没领导好吗 也不惭愧 整天催什么催 这篇文章讲 死亡只是一步子遥 但是这条路危机重重 其中哥伦比亚 巴拿马交界地带的 热带丛林 是什么必经之地 说是走线偷渡的移民 大多需要在森林走 走上两天以上 这还不容易 很危险 说雨林非常难走 张寻提出这段经历 有点后话 我小的时候 是放弃了 我小孩是放弃了的 交给导游 向导了 一天五十美金 如果带两个女孩子 我就根本爬不了 我会死在那里 老实讲 我跟我老婆走了 五十分钟的夜路 我们怕死了 如果这个路难走一点 就滚下来了 我老婆走不动了 还吐了 呕吐了 我又不能放弃她 前面没人 后面没人 她说 基本上是冒很大的风险 有生命危险 也就是说她俩个孩 俩个孩领不动 怎么办 另一个孩交给导游 说你帮我这孩走过去 一天五就给你 五十块钱 美金 你只要是 重上之下 必有勇夫 现在也形成产业了 有一批人士 算是伴随别人走的 只要你拿money 就会有人 愿意给你帮忙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所以现在她听响开了 给了五十美金 交给一个导游 说你把我的孩子带上去 我呢 带着自己这个 另一个孩子 然后呢 带着老婆 她三个人 总算是穿越了这个森林 爬上去了 你看她胜利了 有一个 她又采访了一个 她说对李飞龙来讲 前往热带雨林前的一段水路 最为惊险 有的时候 有旱路还有水路 山路危险 已经在纽约落脚的 她比张寻一家 早半个月走线抵达美国 这个李飞龙获得成功了 看到大部分都能成功 他说李飞龙 原本在中国做货运船员 货运员的工作挺好 放弃了 疫情前 前往新加坡 然后从社交媒体上 制造走线 和同事一起跑到了美国 他说呢 最危险的就是从那一颗 柯利到这个巴拿马 这个热带雨林的 坐船这段时间 坐第二段船 那个船是黑天的 风高浪急 那个黑浪就往你身上打 感觉那一秒就要是一种煎熬 死亡只是一步之一 确实有很多人就死掉了 他说一路上的危险 出了自然险峻还有那么勒索 抢劫 有些匪徒中间抢劫 还有这个敲诈勒索的骗 中南美洲也是那大毒枭猖獗的地带 一些中国走线客遭到了绑架呀 如果遭到绑架麻烦了 张寻在那里 现实幸运遇到了黑警 还有黑警察 啊 是不是 我被墨西克黑警察 抢去了五百美元 他说在豪华大坝上 我们一车就四个中国人 他车上 在他上车就直接走到我面前 直接搜身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一共搜出八百四十美元 我就跟他讲 我还有妇女儿童 让他给我留一点 他给我留了三百四十块钱 就是那个匪徒还不错 还留了点啊 但是后来发现 我放在行李箱的背包 也被他们搜过了 我穿过好多国家 他们把我那个国家 剩余的钱币都给收走了 你看这里 还一个照片 来自中国的走线 获得成功的李飞龙 这是真人 你看 我帮大家上半个眼 挡了一下 为了保护他的隐私 那么我们来看看 后面怎么讲 他说对于张寻 他举两个例子 李飞龙 这些抵达美国 德河萨斯州的 美墨边境的移民 边境上的格兰德河 是和跨越的 最后一道地理平常 就是走来走去 到最后一个多月 到了一个河下 河前了 这个河过了 就胜利了 要失败了 一切就完大了 前功近期 你想这是什么心情 是吧 你看上次见那个 中年妇女脸黑黑的 据说她是南方一个 文化馆的一个美术创作员 我听这个消息 都觉得很 为他感到高兴 他终于跨越了 是吧 上一次 美国自信报道的一个视频 他就是爬到 在那个河边的时候 把那小背包都扔了 就剩一个小包包 在身上一杯 整个就游过去了 你必须会游泳 你最近把那游差不多 游过去了 你看爬到那山上 碰到一个 爬不上去 碰到有同样走线的老外 拉他一把上来 是吧 回头看了一瞬间 那这是海阔天空 从此以后说些许话 叫 天空这鸟 你这鸟飞 海阔平渝 就看你本事咋样了 是吧 你来美国了 你就申请难民 然后你就好好打工 是吧 实在不行 你打工的地方 有的是 我跟你讲 美国这个地方 我记得遇到很多人 是吧 我看有一个小男生 和我俩挺熟的 偶然碰到他 我说你怎么来的 他说这个也是跑来的 我说你做什么 他说我在这个 这个华人区的 这个按摩店的按摩 我说你男的给他按摩 你随便找你 哎 你说错了大哥 生意非常好 经常有俄罗斯的 这个一些女儿啊 喜欢中国男的给他按摩 生意非常 一个月挣八千美金 在这催俱啊 当然我不详细讲了啊 那么你做什么事啊 都这样讲吧 付出幸福 辛苦 都会有钱可赚 只要不违法 你都可以求生啊 这边有人讲说 游向美国啊 对于张寻和这个李飞龙来讲 他们怎么跨越这最大最后一道地理屏障 他说墨西哥城市 雷诺萨玛和这个马塔莫罗斯 是两个主要的移民聚集地 也是移民选择球渡界河的地方 说每一天都有人挑出这条暗流涌动的河流 涌向美国啊 你看这么多人的李飞龙讲我实在我买了救生衣 三百五十笔锁里面塞空了塞了空的塑料瓶子塞了五六个当时就一鼓自己游过来还挺吓人的你看他有办法的他买个那个太平泉 他把那个救生衣里边又加了一些塑料瓶子 塑料瓶子不是可以可以福利有福利吗 看来他游泳技术太差了 但是他游过去了 张寻讲游过界河上岸那一刻 没想到是他们一家一个多年来感到最轻松的时刻 美国那边的士兵气势很好 你不要怕 你只要过去了 即使他是这些士兵 他是边境的 保证不会殴打你 你放心 美国是个有人权民主的国家 真的我见到美国的警察你看摇摇晃来了 很好 加拿大警察好极了 你千万不要用中国警察对着他 你看我有时候走路走错了 语言也不太好 他就问我 你是不是英语不太好 我说对呀 英语不是太好 你跟着我走 他一直follow me你跟我走 我带你直奔前方 警察给我领路 所以没罚我 可能看我这老头傻的巴基挺好 这种人应该给照顾 是吧 我就看着美国的加拿大的警察 他是权力是非常有限的 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而不是这样老百姓的 你看他这里讲的很有意思 美国那边的士兵其实都很好 我以为要躲开他们 我以为他们会开枪什么的 所以我到了河队岸 我就那个趴着潜伏 他不敢爬起来 就这样 然后突然南美人就过去 就是直接投降 局所投降 申请政治避难 政治庇护 然后我看到什么事没发生 我也去投降 你看他挺狡猾的 先啪看看 然后别人投降没事 我以为是上去了 他以为那是中共警察打你 是怎么样 不会的 美国大兵很好的 就是指示我们到哪个季的集合 他们是力行公事 来了以后 南民有吃有猪 你放心吧 你放到一岁保证一较铁亮 管他的是吧 既然这样了 什么都没有 还考虑啥 他说非法运行的移民 会被美国殖民当局拒压 世界一人而已 有的几天 有的十多天 或更长的时间 这时候就看你这个运气了 这篇文章讲说 张寻一家在被拘留四天后获释了 四天就获释了 他们前往乔治亚州 战士投靠在那里的亲戚 看得有亲戚行为 亲戚就等着 怎么样 哎呀 三叔啊 你终于来了 你这命真大呀 也就开始吹牛了 哥们渡河的时候 擦肩死了 你看怎么样 这获得了新生了 很多中国走线客 会选择华人较多的 纽约和加州落脚 要选择家人 华人多的 因为华人呢 三十一个城自治区 到处都有 你见到老乡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汪 有的时候 你别看人呢 时间短 你认识 你眼睛都碰出了火花 你俩切身有缘 你马上就得救了 尤其是当地的教会 都会帮忙 说他们的批货申请 是否获批 还需要等待法官的裁决 这确实人是法治国家 要过堂 这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 要耐心 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 申请批货的中国移民当中 批货率 批准为58% 也就是一半 没关系 批不了再想办法 既然来了 既来自这案子 没有事 他们在等待的过程中 可以申请公卡 可以打工了 打工 你又因你认识的工友了 工友朋友在大家帮忙 这需要时间 对于刚走线到美国的中国人来讲 不少人可能需要打黑工来维持升级 打黑工就很多 工厂这些有 比张寻一家早半个月 到达美国的李飞龙 在纽约华人居住区法拉圣 找到一份早餐店的工作 那里边很热闹 薪水一个月可以拿3000美金 你想3000美金 我老家数学不及格 35115 也是1万5 蹦高乐吧 对不对 他说是 但是工作条件相对苛刻 有什么苛刻的 你就拼命干 老板叫你干啥 你干啥 是吧 你这里讲 每天凌晨4点上班 工作10个小时 而且这份工作只有一个月 李飞龙还需要找到其他工作 可以继续在纽约生活下去 可以了 先干他一个月 再管下个月 是不是啊 今日有酒即日醉 但是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他打算存到钱以后请律师 然后上英语培训班 并学习一门技能 你看他方向是对的 但是还有些公民 义务赞助你的律师 也不一定都收费 关键是 你在国内是否真的受到了政治迫害 在这方面 你这个给他提供一些证据 当然不能造假 对不对 造假欺骗是不行 在美国 这篇文章讲 他说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 更自由更公正 就比较适合我这种人 你看他挺有意思 还挺乐观 他说比较适合认真生活的人 不想躺平 国内只允许有一种声音 对吧 对于尊严吧 一尊吧 他的意思是说只能送上习近平 对吧 然后就言论很不自由 你看看来他是受到政治迫害了 因为他最有自由 最有自由没有自由 讲话就应该受到限制 那就本人就政治迫害了 对吧 因为我的微博账号被封了 你看他有证据显示 对吧 他就肯定能拿到难民身份 这是看法官怎么判 觉得在国内很迷惘 就觉得自己未来很惨淡吧 说张寻对一家人在美国的生活 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他说不管如何都要坚持下去 再怎么我跟你讲 也不会给你饿死 你放心吧 你看看美国的 美国人的生活 美国两极风化并不是很明显 你弱势群体 一切资源向你清醒 他说我当然有这份顾虑 这就是早拿到这些纸 我知道我的屁股申请可能下不来 但是怎么说呢 我们也只是这条路可以走啊 然后已经付出这么多 我们回不去了 你必须是有这种想法 是不是啊 往前走 美国资金介绍 他说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就是之前在国内的任何积蓄 都是无效的 共产党可能就把你的钱 房子都封了 封就封了吧 过去的事这一页就批 翻过去了 你就想马云那么多钱 在中共的土地 那不是共产党的吗 共产党把你脸一翻 比这个翻数还快 是不是啊 何况你的草民 是不是啊 你点破房了 破什么 一点小存款算什么 你要往前看往前走 这一个月三千美金 好好干 下个月六千美金 是不是啊 一年下来 你也是 人民币也是百万富豪啊 是不是啊 而且最大的可贵子 什么呢 没人管你 找你麻烦 是吧 只要你按照美国的法律 认真做事 是吧 我相信前程是光明的 等将来若干代 将来三代四代下来以后 孩子们后代讲起 我爷爷了不起 走线来的 如果不走 你看 在习近平的儿子统治下 习近平四个私生职 一个私生职 一百 统治一百年 四百年 这黑暗多么长 是吧 幸亏咱们来了 是不是啊 当然我给你开玩笑 习近平不能统治那么久 到美国来 就是找一些低端的工作 没有低端 他讲错了 美国没有低端工作 美国是最最 比较粗犯的工作 是最高的工作 你看你要是会 修电灯水道 下水道 过去在国内 你给你修下水道 人家肯定说 你水低端人口 你说错了 在加拿大 富裕阶层 当地有什么 水冷工 电工 我老江总羡慕 我来 有些情况不了解 我09年来的 我要早知道 09年有人告诉我的话 我就拿两年 三年时间 学习修理 下水道 你要休息半天 修理半天 下水道 赚的钱 逐步生存 然后呢 那半天干什么 专门开个视频 骂共产党 就工作最好 可惜现在我年龄大了 现在也没有必要了 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生存的本领 不分 工作不分 这个369等 和中国国不一样 还什么低端人口 高端人口 在这里 大家都是平等的 你看这个 美国资争 女人像 自由女神 那啥意思 在上帝面前 人人平等 大家一起努力 这篇文章讲 他说 美国人不愿干的活 我们才去干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他说 他这个观点 还是有偏差 因为他刚来 只是看到表面现象 美国的那些大学生 硕士生 博士生 多大那些业余事业都打工 都在餐厅 一天都好几个工 其乐无穷 还有的是 这个甚至是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他们一样 别人看的好像不是太好 但是他同样做 很多人都做 还做义工 对不对 还有在教会工作的 说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千万不要用国内的观点 好像你出点苦力 就叫低音等 不是 你这里一定要办运沟 清洁工 什么挖工 就盖房子 那太高尚了 赚钱最多 我跟你讲吧 是不是 工人最有力量 你敢欺负工人 工人工会 跟你没完 是不是 所以这个 祝贺这几个年轻人 这几个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走线 不过我不提倡走线 因为走线 你们要冒很大的风险 大家应该是一起努力 推动中国的改变 在哪里改变呢 在中国的本土改变 使中国变成一个像美国加拿大这样 民主法治的国家 而不是什么人走空 好 谢谢 再见